80多枚炮弹从天额战 空袭狂轰 基辅 欧乌战情及转升级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与G7领袖火速召开视讯会议 要求支援防空武器 美方加快军援 除了承诺防空系统外 又加码运抵四套美制海马斯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使得总数达到20套 此前乌军靠着16套海马斯就足以摧毁俄军基地与弹药库等 而经载田利器 俄罗斯外长立刻按呛 美军早就形同参战 但向来媲美不留情面的俄罗斯外长话逢一转 提及11月中旬将与印尼举行的G20峰会 不排除美俄领袖会谈留下斡旋空间 令外界好奇普丁是否有意重返谈判桌 普拜会还指纹楼梯响美国总统拜登先错普丁锐气 接受专访时形容普丁是名理性的演员 却对侵略乌克兰严重误判陷入泥闹 等到11月若真要会面摊牌 以目前战情久攻不下来看 谁的筹码多搞下离间 散地新闻 金学会报道 金学会报道